另外各界也很关注的 这个月初发生丢章案 警方追查险犯 就是最近新兴的帮派势力 竹联邦的育人会成员 警方持续往下追查 发现这个育人会人数蛮多的 还有不少分会专门吸收年轻人加入 平常是以恐吓取材跟暴力讨债 作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好几次都在双北市率众杂点子时 男子还搞不清楚状况 但埋伏多时的远警见时机成熟 立刻上前抓人 这名黑衣人是最近信心的帮派 育人会成员 警方追查发现这个育人会 人数众多有不少分会 今年二月中和分会长 原本率众要前往寻仇 途中行进新店区 只因为被路人看了一眼 竟然就拿棍棒将对方打伤 行径非常嚣张 他们平常是以暴力讨债为生 然后而且也经常吸收 我们新北地区的一个青少年 来加入他们的帮派 来壮大其声事 这群年轻人平时就像这样 砸电破坏到处滋事 双北市警方经过几个月的 跟肩搜证 掌握具体步伐试证 锁定了九名嫌犯 并将人逮捕到案 由于这个月初 在台北市发生的宴会厅 破章案 嫌犯同样是育人会成员 面对着帮派新势力的横行 新北市长侯友宜 也忍不住放话 你在新北市敢闹事 我们这里的警政 我们所有事务团队 绝不允许 侯友宜强调绝对会严惩波发 也希望重振警方 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华日新闻专业界张树明 新北市报道